美国作为一个超级大国 他们的货币美元也是全世界通用的 而且不少国家都将黄金寄存在美国 其实黄金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还是很重要的 那么为什么各国还会把黄金放在美国寄存呢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联储是现在世界上比较安全的地方 而且体系也相当完善 再加上黄金又不像纸币那样好运输 所以就出现了这样的情况 但是美国负债累累 再加上他们的难题还没有完全解决 民众的情绪更是激烈 更重要的是经济还出现了不小的波动 尽管已经进行了两次大规模的印钞 但还是没有从根上解决问题 所以当世界各国看到这样的情况 还是很担心美国会把自己的黄金用到别的地方的 于是旧国家打算将黄金运回去 但是却遭到了美国的拒绝 而且态度非常坚定 那就是不会归还中国的黄金 也是让人非常不理解了 明明不属于他们 却还这么理直气壮的拒绝 难道就不怕其他国家心肾不满吗 对此我国也是很快就采取了措施 通过大量抛售美债的说法 来给美国带来伤害 这对美国的影响无疑是很大的 再加上各国都在采取措施 来应对美国不归还黄金的问题 所以不归还黄金对于美国来说 可是一点好处都没有